解不等式 xs加1的绝对值 小于6 大于等于负2 得到xs的解为整数者 有多少个 那我们把这个不等式呢 把它分成两个部分来看 第一个部分 xs加1的绝对值 会小于6 那这边呢我们就去掉绝对值 就可以得到 xs加1会小于6 大于负6 那再来就是xs会介于 5到负7之间 那另外这个部分呢 xs加1的绝对值 大于等于2的部分呢 我们就可以得到 去掉绝对值 xs加1会大于等于2 或者xs加1呢 会小于等于负2 好所以我们一样 也可以得到两个范围 好所以xs会大于多少 把1移向过来 所以xs大于等于1 或者xs呢 会小于等于1移向过来 就是会小于等于3 好所以把最第一个范围 跟第二个范围 我们画在数线上 好这里是5 这里是负7 再来还有1 还有负3 好那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不用画得很准确 我们只要相对位置对就可以了 好第一个范围呢 是介于5到负7之间 好那第二个范围是 大于等于1 然后再来小于等于负3 所以我们把第一个条件和第二个条件呢 连立起来的话呢 我们的解就只有哪里 只有大这个1到5 所以这边是xs大于等于1 小于5 而这个部分呢 就是xs小于等于负3 大于负7 好那我们现在要求的是整数解 所以我们呢 把它一个一个列出来 大于等于1 所以1有算 再来2 3 4 5算不算呢 5并没有小于5 所以5是不算的 好那再来负的这边 小于等于负3 所以负3开始 再来往下呢 就是负4 负5 负6 有没有负7 负7不会大于负7 所以就只有到负6而已 所以这样总共呢 我们会有八个整数解